哈喽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是一个惊喜 get ready with me 为什么呢 开一下 是的 我剪了个头发 剪头发的明天的vlog 过两天大家应该就能看到 其实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在家洗头 就剪完这个发型之后 所以就想给大家录一 get ready with me 我们来看看这个发型 自己在家好不好打理吧 剪了这个头发之后 就觉得它干得实在太快了 其实我刚才还又打了一点水上去 我怕它完全干透了 我先处理一下它吧 喷一点那个海盐喷雾 也是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其实剪短了就发现 它真的没有那么贴头皮了 长发的时候头发实在是太软太塌了 我现在有点好笑欸 我觉得待会可能还得要处理一下 因为我现在要把头发给它加上 哈哈哈 打算先修个眉毛 好长时间没有去做皮肤了 眉毛也没有人忘记了 这就开始肆意的生长 我这个眉尾的部分其实长得特别散 如果不修的话就非常的杂乱 今天第一步打算用这个水 之前还用过他们家的那个卸妆油也特别好用 这个水就是也没有什么实质型的功效 就是补水感 好脏啊我的脸 怎么还有头和渣啊 要是眉毛 我感觉真的还挺脏的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这个二次清洁还真的挺重要的 之前我一直都不太重视 我这个成膏用的也太快了 第二只又用完了 接下来还是这个香芹子精华 好了虽然说它已经是面霜了 但我觉得还是再涂一个我比较放心吧 高保湿面霜少涂一点点 接下来这个防晒 上次那个视频发出来之后 大家都说光线忽明忽暗 其实不是这个灯的问题 是它这个相机的那个人像模式和自动模式在自由切换 这防晒上有股橙花的味道 好香哦 接下来隔离用这个 我觉得这个防晒还是有一点油味 但是和之前代科的那个比的话 还是代科更油一些 接下来我们上下粉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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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时候上周容 面部的修容 其实化妆和护肤这个步骤 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太纠结吧 我觉得就是顺手就好了 没必要非得遵循谁谁谁的化妆步骤 我为什么这个时候喜欢化这个修容 因为打算下一步做定妆 这样即使修容化的手重一些 然后那个定妆也可以起到一个中复的作用 接下来是这个 这个上次那个爱用品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我们拍的那个粉扑真的实在是太小了 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为什么这次要剪这个头发吧 其实上上次去剪头发的时候 大家就说要不然剪到锁骨吧 但是我当时真的还没有准备好 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好多人想法都不一样 我觉得冬天应该剪短发 夏天应该留长发 来说说我是怎么想啊 我觉得就是冬天的时候 因为经常穿那种针织啊羊毛类的东西 就特别容易起径电 所以头发特别长 就弄得哪哪都是 我真的挺烦的 然后夏天的时候 一般就会穿得比较女人 比较温柔 可以小小的露一下肩膀啊什么的 我觉得长发飘飘的会比较好看 天呐我为什么要在画美貌的时候 跟大家聊天 我画得像个虫子一样 我不说话了 我的天呐我画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每次画美貌和画眼线的时候 我都特紧张 就是那种紧张到空气都凝固 到最后我男朋友都摸清楚我这个脾气 如果他想跟我说什么事 发现我正在画眉或者画眼线的话 他一定掉头就走 现在画一下鼻影 人家眼影打算用这个 就是上次在香港的时候买的这个阿咪咪的一个小眼影盘 他第一层是这样有四个颜色 然后第二层是一个腮红 继续说刚才剪头发的事情 因为我头发就长得特别快 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所以我就想时常的变一变 换一换一换吧 就也不要一成不变 自己看着都挺烦的 接下来换一只小刷子 我可以涂这个三号十年颜色 涂在这个睫毛的根部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可以用在画卧槽 我试一下 可以耶 最后用这个四号十 大家看一下我的香提卡又碎了一个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博主就教大家怎么压盘压身摔碎的粉饼 有80%都是香提卡 我觉得这只睫毛刚刚还挺好用的耶 刚刚我给大家拍一件 就是今天带的是这一款 就是它的直径很小很自然 我今天要挑战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就是我想尝试一下 把假睫毛贴在真睫毛下面那种画法 因为我每次跟毛毛出去他都会diss我 说我的眼中画得浓 这次特意选了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睫毛 是不是很自然 我先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 我好像成功了耶 嗯没有 我还说哪有位这么简单 这个睫毛就是长度得剪一下 你把它把眼尾的地方多剪一点 好了我贴好了 大家看一下 肯定有好多人觉得这样很做 不贴不最自然嘛 其实我都觉得贴在自己的真睫毛上下 也没有太大区别吧 主要还是今天带的这个睫毛 比较自然的原因 现在补一下眼线 底下的白色的胶的地方一定要补上 其实这边贴的不是太好 看到了 哦 哎呀 画眼镜之后不要说话 非常好 然后它再给它 稍微地淡一点 我觉得这样的画法是有点像那个 接过睫毛那种感觉 今天菜红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吧 我觉得这个颜色应该有点 应该还可以吧 我现在已经一花腮红我都有点害怕了 接下来我们来上一个超级可爱的高光 这个马鼠高光 它是这种人鱼色 它这个偏光出来的是粉色的那种 超级可爱哦 好像拍不太出来怎么办 这个高光应该是本年度最喜欢的一个 真的是又便宜又好用的那种 好像才60多块钱 是不是好能看到了 嘴巴的部分今天就淡一点吧 我怎么觉得这个头发这样也挺好看的 还要弄一下吗 天呐我也太喜欢了 不行不行还是要弄一下 要不然就失去了今天视频的意义 我还能看到这个头发现在有一次 这个头发现在我们的顾问 我们现在的颗袜子在一边 我们现在发现一些颗袜子 都发现了新鱼 我们现在要在门上 现在我们的颗袜子 我们现在就要把颗袜子 做啥匪的颗袜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是这种两边不带上的 我觉得剪短发有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戴很夸张的那种耳垫 然后那右边是一个这种圆环 好啦 我要出门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